有一个炮灰叫武民 他自己说武则天的武 李世民的民 山西孝义人 山西有四大县 弘扬孝义平遥介修 这个山西孝义的五民 到俄罗斯瓦格纳集团 当雇佣兵去了 这小子最近火了 大概他以前在中国大陆是解放军 当兵的出身 然后跑到俄罗斯给人家当炮灰去了 但是最近就是今天吧 刚刚我看到一个视频 这个五民在中国大陆 在老家山西吧 就是他们这个孝义县 他们家可能他跟他爸爸吧 他们家有一个洗煤厂 就是山西有很多跟煤炭有关的 那个洗煤厂被他们村给强拆了 但是也不叫强拆吧 被骗了 说是姓张的 那村里边姓张的村委会主任 还有一个姓张的老板吧 反正把他骗了 说这个给你拆了之后 给你拿25万 结果等真拆了一分钱也不给 所以这小子哈 结果他还说 这个五民啊 这个瓦格纳的中国的 这个脑残的雇佣兵 这个山西人 还说啊 说这个美国 美国美利坚合众国 他都说错了 他说美利坚众和国 就是个文盲吧 脑残有很多都是文盲 和北约国家 就是我的敌人 我要替俄罗斯 如何如何如何啊 这两天又有一个女的 讲俄语的啊 说我老公死了 讲会讲中文 一个俄罗斯的女的 说我老公已经战死了 后来有的人说是这个 在乌克兰战场上 说这个就是五民的老婆 那个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是另一个人的老婆啊 反正这五民 你看在中国 挨了欺负了啊 说 你们家这个洗煤厂 先拆 拆完给你钱 前几年 我回北京 18年19年啊 也是骗 雄安新区 那天我打了一车 我从顺义县城那边进城 到北京城里去 然后打了一个滴滴快车 那个人就雄安的 可能就是雄县那边了 也是说前一段 那会是 还是疫情前吧 可能18年左右 李克强 可能也迫于压力 他可能也不想去 李克强到那个雄安视察了 然后这个这个 雄安这边的干部 就说得加快进度 赶紧拆 然后他们那边 跟这些老百姓许愿了 说你们先搬走 把房子拆了 然后三天就给你们钱 能给你钱吗 要给 为什么不先给 还差这三天吗 结果 没给 三天三十天 三个月也没给 然后他们正在上访 是吧 在中国当官的 就是拿老百姓当奴隶啊 然后这些人还恨美国 是吧 这个叫五民的 就是个炮灰 我看他早晚 就死在战场上 他死了 也就是臭块地 也就是个造愤机器 臭块地 就是个炮灰 你 对 的 是一个炮灰